歡迎收看電玩宅素沛 我是主持人某特 人類演化歷經了幾千萬年 從原類到人類 你想不想回到那時候 看他們都怎麼生活的呢 古代的非洲大陸 應該也有著許多 兇猛野獸還有惡劣的氣候 想要生存下去真是不容易啊 祖先人類奧德賽 是一款故事設定頗有特色的作品 玩家們要回到一千萬年前的非洲大陸 成為原始的猿人之一 然後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中 學找資源 學習求生技能 同時間可能還會有其他的原始動物攻擊你 你會選擇閃躲或是與它戰鬥 然後帶領你的部族 探索未知的世界 擴大自己的領域 進而演化到下一個世代 其實大家應該已經知道 祖先人類奧德賽 可是大名鼎鼎前刺客教條系列製作人 所開設的獨立遊戲工作室 製作的第一套遊戲 所以遊戲性與內容 跟其他新遊戲 不能放在同一個起跑點上比較啊 本作預計在8月27日 搶先在Epic Games這個平台上市 看來Epic Games 應該提供了不錯的條件 給祖先人類奧德賽 據於PS4、Xbox One 則是預計會晚一點 大概在12月才會推出 來跟宅蘇貝一起重回非洲大陸 體驗原始人的生活吧